这个助理一样,这一件杖术一样是穿得到M的 我一样是穿着S,ok 来,我身上穿的是Pitch Color Canary Yellow,很浅很浅的黄,ok 它有一点带卡黄,卡黄这样子 再来就是这一个紫色 三个色,ok,这个紫色 最浅,应该说三个色,你这样子看 三个色都是浅色系的就对了 面料是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 先看它的款式 前面拉链,它是前面隐藏拉链在前面由上往下 它腰围这边是这样子有桌子 然后有绑Bel的那个耳朵 因为它的Bel是这样子搭在一起 它整体穿起来就好像你穿了一件上衣家 一件短褲打印的那个效果 因为它腰围这边是一个桌子,ok 肩膀这边一样是有这样子木耳边的桌子 在肩膀这边,它另外撤了这个边,ok 后面是这样子,后面一样是有这个桌子 我看它腰围 它腰间那边是有一点点Rave elastic的 在腰围这一边是这样子有一点点Rave elastic的 所以那些想要穿这样子,先这样子后面拉链的上衬是很麻烦 这一件非常适合,你要很显白的颜色 然后显白的有点小心感的颜色,带走我身上这个pitch color 有口袋啊,左右两色口袋是functional 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 裤脚这边翻折已经是定位在那一边了,在裤脚这边 我们星期二有个是牛仔面料的,这个呢就是西装布面料 可能有些人上班是允许穿这样子短板的 这个是可以穿上班的,ok 这款是我穿M-side的话腰是有空间的啊 腰上围都有,上围可以到96,然后腰夹 它可以拉伸胖啊,所以我记得你们穿它都把腰带比较好看 因为如果没有保腰带的话,它蛮有点像直筒的感觉 腰是比较有弯的,所以说这一件呢 如果没有把腰带整体的美感是没有这么好的 所以说这一件,你们穿我的件,你们加上腰带 看起来整体会比较好看,会比较有曲线一点 所以说尺寸的一样,这款是你们可以选择戴脚M-size 我是穿着M,上围跟腰围都有空间 那么的效应肯定是由一样是属于小A的裁件 所以说最大是有去到XXL啊,因为很多时候顾客 上一期我们也是最大到XXL吧,然后它的客厅是比较小啦 那么这个款是应该让所有的顾客都有去买得到啦 颜色方面就属于比较浅色的啦,我是穿着M 要浪漫一点的颜色,可以选择这个紫,非常非常浅的紫色 很浅很浅的紫色啦,这个 还是说你们想要层次肯定比较一点,你们就绑你们自己本身的腰带 不要满如同色系的腰带哈 所以星期二有买这个腰带的也是可以哦,它是一个蝴蝶的,OK 所以说这样子的绑绑,基本上就是说看起来你的笔列就是说 会比较分明一点啊,然后说这样子的腰带一绑了,加上它是金色的 那么整体方面就是说,不会这么的好像,怎么说呢 就是说那个的笔列会比较分,分开会比较明显一点 加上就是说会没有这么的单调,毕竟说它这个颜色方面就是说 跟衣服本来的那个颜色就不一样,我是穿着M 这样是拿西装布面料的,果那些真的 因为这件是前面拉链啊,前面拉链开了,这样子套上来 它就是前面隐藏拉链,来,我把它拉链打开给你们看 它前面的拉链是这样子隐藏的,它开是all the way,可以开到这一边 所以你上厕所还是穿脱的时候,就是把拉链这样子开了,这样子套上来 因为很多时候这样子呢,它是后面拉链 另外一个显白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Canary Yellow 就是比较浅有点带奶油黄这样子的颜色 腰间这一边呢,腰带是搭一起,然后它腰整后面啊 像刚才讲的,后面是有rubble elastic的 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你没有细上腰带,它是属于比较直筒的 后面这一边是这样子有rubble elastic 肩膀,像刚才讲的,它叫了这样子的木耳边,它的款式 袖子这边一样是这样子有rubble elastic 就是它的长衣领是属于B领,长度就刚刚好不会太长 或者是太短,然后它的显瘦是因为它的这个裤管这一边 是这样子属于小flare的那个裁剪 三个色都是比较浅色系的袖,对了 然后最显白的颜色带走我,其实三个色都会显白的 就看你们自己怎么挑了,因为这个颜色呢,它都是比较粉色系的 你要比较性感,你要比较装色系的话,就这一个pitch color ok 比较浪漫比较梦幻的颜色,就带走这个紫色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这个canary yellow,三个色 S到XXL尺寸 是有到XXL ok,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BJP13 价钱是90,对,价钱是90 ok 没有了好,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